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胡仙很有道歉 常常跟一般人在一起应酬 他也能做诗 做对 跟一些文人在快应酬 有一天在一起喝酒 有人就问了 向这个胡仙请教 他说你们最怕的是什么 胡仙说我们最怕的是胡仙 于是大家就奇怪了 你是胡仙 怎么还会怕胡仙 他说了一番大道理 为什么怕胡仙 他讲的道理是 人最怕的是同行 同行相继 他的夺命 他的障碍 他的扰乱 他的破坏 是什么 同行的人 我讲的有道理 因为你不同行 他不会来障碍你 为什么呢 跟他没有利害关系 他没有利害关系 所以你要问我的话 你们胡仙怕谁 胡仙怕红尚 居士怕居士 同行他有利益冲突吗 于是他在详尽方法来障碍你吗 不就这么一个道理吗 为什么来做这个造业呢 按了这部问题呢 都没有放下自私之力 都没有放下明文立养 所以障碍 这个障碍 这个障碍呢 魔障从哪里发生的 我常讲的是六个字 自私之力 明文立养 无欲六成 看成是吗 所以 说来说去 还是在里头 不是外头 里面有魔 外面就造业 我们能把烦恼吸气 断掉 魔障才真正离开 心量要大了 您呢 您呢 我